今年在气候的加持下 蜂蜜产量增加有1100吨 产值超过25亿以上 希望让台湾的蜂蜜品质持续成长 农委会推动全国蜂蜜品质评鉴 经过两阶段评选后 近200名蜂农拿下特等和头等奖 并推出限定300公斤比赛密上市 这天来到台中进行宣传和成果发表会 呼吁消费者认名一张一Q选购有保障 拉面舞到这里演出 为国产蜂蜜品质成果发表会热闹暖场 200多位的得奖蜂农是座上嘉宾 也是主角 经过严格的两阶段评比 有179人摘下了特等以及头等奖书轴 而其中太平成效班的蜂农赵耀峰 更是获得了特等奖败 也是台中评鉴的头等奖 拥有双重中药 平常的话有可能它是 差不多在四至五天它就会采收 那我们会故意把时间把它拉长 让这个蜜蜂它自然去浓缩的 公密的时间更长 这个蜂蜜是不是符合CNS 国家品质的这个标准 此外还减少11种 抗生素有没有这个残留 另外还有373种的这个农药的残留 合格的话我们才会贴 所以只要你选过台湾的 一定都是合格的 农委会表示今年在气候的加持下 蜂蜜产量增加有1100吨 船值有25亿以上 是内外销的利器 而在政府的监督下 品质严格控管 也呼吁消费者要证明 一Q一张来选购 避免选购到不良假密 看我们的色泽 比较蜂蜂色 越蜂蜂色越有机会去逃避 你们待会看到这些逃避的 它的色泽 都很精盈 很益力 来要负贫的是 这些评券的卫元 看这些色泽料 来闻看香味 香气 来证明我们的龙眼口感 今年的比赛蜂蜜会限定包装 推出总共300公斤上市 而包装上除了贴有蜂条 更加有流水编号 身价不凡 消费者可以把握机会来品尝 这链加话台中采访不到